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7年 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之后 东北战场渐去平静 国民党中央军和民主联军之间的大规模战斗 虽暂告一段落 但双方都知道 更凶险的较量还在后面 利用这短暂的修整期 双方都在紧张地为下一阶段决战 做着准备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罗政委 有情况 不要慌 让我打的吗 我问你 赵老四十你什么人 那是我救我 那赵大虎呢 那辈分最大了 那是我出败大爷爷 你童谦看强的你祖宗 打你舅舅 你 童谦他打都打了 现在咋弄啊 大长 你再不追的话 你又能跑没影啊 糟糕 听好了 这币逃兵 谁也不能放跑了 要不然大伙都得出不了兜着头 但是开枪可以啊 只能朝天 都是相里相亲的 相互招应点 明白了吗 是 又是谁 我走火了 专注 快起来 我跑不动了 快跑吧 被抓回去死定了 快点 开上 开上 台长 就是这儿 正在二雷打断的就是这哥儿 弟兄们 给我追 下车 诸位 鉴于东北不利的战局 江卫园长紧急从关内抽调六个石 归至陈司令长官麾下 陈司令长官决定重组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全部美械装备的野战兵团 使我东北国军的兵力 达到四十五个石 五十万大军 有望一局解决 我东北不利战局 支不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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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 你看 你老子浪费子弹 你在这朝天看什么下 你要真给老子打下 你给老过来 采杂 你看 别动了 这 这 给我追 请各位同仁 谨遵蒋委员长这一高明韬链 慌什么 报告司令 卑职是太激动了 请司令见谅 卑职一定牢记蒋委员长 和陈司令长官的高明韬链 多多蚕食 共军地盘 汪旅长能有此决心非常好 希望日后能够多多为战区司令部 争得头功 是 高副司令 卑职一定已战功 为石头盒子战区争挂 好 怎么回事 汪旅长屁股挂彩了吧 够了 快逛 我 verm经合理 是 老舅 是你们俩啊 快快快 赶紧把这身衣服给拖 不能穿了 不是 你不是说穿这身皮 过敌战区安全吗 走不通了 也不知道从哪儿 来了一帮国民党兵 好像是抓逃兵的 赶紧把这身衣服给拖 别让他们以为咱们是逃兵 好 那现在往这儿走啊 对啊 穿过这片玉米地 你他娘拿刀打蚊子 老想不给老子发军被发军下 就算了 你他娘跟中央军 你个鼻孔出气啊 非得让老子光着这个杀杖 你他娘拿刺到杀蚊子 你怎么不拿刺到 扎你身上的狮子啊 你扎 你扎一个我看看 不是 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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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看脚印是往北的 咱还追不追啊 跪头地找你 官长 追 不能出去 宋团长 怎么回事 报告陈司令 卑职278团团长肃云洁 有紧急军务 面见陈长官 胡闹 这就是你们滇军的坐牌吗 没看到我们在这儿开上官会议 陈司令 对不起 卑职实在走投无路 才如此莽撞 大胆 你想造反吗 我军阀处置你 给我拖出去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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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团长一向膽撞 司令 少说几句吧 二七八团 军粮顶不过三天 待有紧缺 司令 司令 拿出去 进去 别走 再倒打死 你们都听好了 快把衣服脱下来 给老婆换上 快点 你们三个都听着 给我往南边跑 给我把他们引开 他们就是来抓我们的 反正我就是个死 我告诉你们 你要是不跑 我现在要打死你们 走 快跑 快点 快点 快跑 你把亲戚 就饶他们一命 就红果香底了 行吗 排长 你他娘哪有功啊 你进他娘给我惹祸 你跟上头好好说说 都是亲戚 说说 那个 枪 你拿着 我拿 一会儿赵川柱你背着 好 快点 我背着啊 来啊 走 走 走 快点 米大 刚才排长说了 你把赵川柱给背着 枪拿着 什么枪 就就就这些枪 我背就我背 你都背好了 嘴 籃 找 нее 重 tend 你们三个干什么的 爸来干吗啦 邵总 我们是卖药材的 有的时候 那时候呢 给人看看病 卖药材 我看这不行 把你们三个给我押回去审 审 走 我儿子不行了 我儿子不行了呀 我儿子不行了 审主啊 拍张 看这不行了 来来来 我给瞧瞧 来来 我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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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把刺刀勾用来 好 好 你 您行 师父 快醒了 醒醒醒醒 还挺救过来的 师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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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主 爹 咱们回家了吗 好 回家 好 好 回家 爹一定带你回家啊 爹一定带你回家啊 行了 扣啥啊 搞得跟天塌下来似的 回去我跟长官瞧瞧情 最多打两下 还真能枪毙啊 都是相侶相亲的 我能看你们这样吗 对了 孙小雷呢 我让他背着拴住呢 人跑脑去了 刚才还在这儿呢 你们三个还真是治病的 行了 回去吧 没你们什么事 来来来 把他们带走 拍张 走 拍张 你看 你看 裤子 这不是装上去的吗 你看你看 老子不用光定回去了 干会儿 干啥 裤子哪儿来的 路边借来的 这死人穿的裤子 我告诉你 那毒蜈蚣专往死人身上爬 你穿上这裤子 那蜈蚣顺着就钻进裤裆里了 把命跟着咬了 不就断子绝孙了吗 这裤子能穿吗 那你 你个汉袍 你给我弄的是什么裤子穿 你想害死我啊 我也不知道里面有虫啊 我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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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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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吧 下来 老子再看到你拿刀炸虫虫 老子把你冰成虫子拿去喂鸡 听到没有 你听到了 快 快 回去找信 老邱 老邱 真是虚境一场啊 这是咱们正司令员 写给滇军宋团长的铅笔信 也是我说服滇军起义的有用武器 老邱 你可是立了一功啊 这回你怎么还夸他啊 要不是老邱带落 咱们能遇上国民党他们抓逃兵吗 我算命的 这一路上发生啥事 我能瞎会算啊 不是 你不是说本地人队定型熟吗 我看你就是个半生不熟 跟你做的饭一样 牙齿 行了行了行了 别闹了 咱们这次任务意义重大 东总首长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说不能出一定点的差错 我们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 赶到二七八团完成任务 明白 这位 如果能够成功说服滇军起义的话 不仅对我们难满 对整个东北的战局 都是极为有利的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走吧 老邱 赶紧带路 那行 那咱们就原路返回 走 行 走 走 你们干嘛呢 你们 上 你把电台踏哪儿了 电 电台 什么电台呀 还装 带我们去后院 后院 不是官业 我这房子就这么大 哪来的后院啊 还不老是交代 过带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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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子 我是厨厨子 啥厨子厨子 咋还能不尊重人哪 革命工作人人平等 没有高低贵贱之身 廖小姐叫崔世元同志 是不是 正伟 不是 咱们团真差连罗牌长 叫你抽厨子 你咋不知事啊 你说你本事不大 还那么能说会道 也就罗牌长 罗燕安能知你 你也不看看人家 罗牌长的爹是谁 那是罗正伟 我不给罗燕安的面子 我还不给正伟面子 有嘴花舌 纠正一下啊 罗燕安是我的养子 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他父母都是烈士 早就听说了 这孩子也可怜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正伟 他现在有你这么个爹 也是这小子的福气 正伟 我得跟你汇报个情况 就你儿子罗燕安 好像对咱们军区 文工团跳舞的那个韩晓晓 俩人有点意思 是吗 这小子有眼力 这小子有眼力 往哪儿跑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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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爸的母部下 是个好人 没想到你是军统的特务 别别别 别杀我 带走 是 起来 走 快点 走 奉上其面料 为战时管制需要 少侠关闭四十八小时 老总 行行好好 老秋 这条道是走不通了 还有别的道吗 还有一条路 但那条路只能绕远了 最快已经明天才能到二十八段 时间不得人 看来我们只能绕道走了 绕道也太耽误事了 我有办法了 等着我 走 走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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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把他交给任主任了 没有 我现在派人把他关押起来了 老任 来来来来 任主任 张四亮 我们刚刚从内部消息获知 这个高满贵 他是个特务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 任主任 我觉得不晚 我把他打伤了 他现在正在军区医院疗伤呢 他当时交代说 他正好给石头盒子的军同组 发报告 说我爸去二十八团策反的事 结果还没来得及发 就被我逮着了 他真的没有来得及发报 我是跟着他进的大车店 从时间上推算的话 他也是刚打开发报机 那个大车店的掌柜的 会不会到石头盒子去报告 罗政委 去策罚二七八团这个事啊 据高满贵说 这个大车店的掌柜的 只负责掩护他发报 但从来不问情报 万幸 滇军二七八团 饱受中央军压迫 宋团长打算起义投奔我军 只要你爹成功策罚二七八团 我军的秋季功势就更有保障 小罗二 你又立了一大功了 老人 必须保护好老罗同志的安全 这不仅关系到战局的扭转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对自己的同志父子了 司令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特务团附近有一个老乡 这个老乡 他曾经在抗连第八军干过 后来因为他受了伤 残废了 所以退了武 他认识这个邱永年 说邱永年 是抗连第八军的一个营长 外号叫邱大白黄 前几天他偶然看见 邱永年在我们团担任崔氏元 所以他就觉得奇怪 因为他听一个战友说 这个邱永年 跟着他们的军长谢文东 一起投了敌 那个厨子是个叛徒啊 老罗为什么带邱永年走啊 后来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邱永年 对当地的地形和三教九流都比较熟 赶紧去追 必须保护好老罗 我说邱厨子 你刚刚那主意 可是违反纪律了 我认为老邱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 特殊情况 完成任务要急 以后再让他把车还给老乡吧 就是 都别动 给我拔了 干什么 为什么呀 干什么 刀兵要是抓不回来 我就枪毙你们押出去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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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兵追回来没有 还没有 不过我先按照您的吩咐 把逃兵班上剩下的人 全都抓下来了 一个逃跑全体连坐 好 这群杂牌军蛮子 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是 居然跑了一个班 我要好好利用这次逃兵事件 让宋云杰和杜重远好看 杜副团长人哪 怕是 又在窑子里逛哪 好 把这些都给我写到都朝报告里 带头破坏军纪 以致军纪败坏 我要亲自向陈司令报告 在他们回来之前 想办法把事情闹大 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 行了行了不哭了啊 既然已经都说了 你父亲一定会回到石头盒子找你 你早晚会遇到他 狠狠地打 狠狠地打 逃兵抓回来了 逃兵抓回来了吗 报告 抓回来三个 哪也比一个都抓不过来抢 也是 带过来 快 我要看看这帮癫蛮子 还有什么话说 愣着干什么 行行 是 是 把这几个逃兵给我绑起来 是 是 走 这么狠 要干吗 快打快打 看起来凶多吉少啊 你快去把都团长找回来 快回去 狠狠地打 来 闭嘴 你快来 你快来 快去 快去 你快去 把我家襟 包袱出计划吧 求求你们啊 长官 饶了他们吧 等杜团长还来再处理吧 是啊 是啊 不说不说 不说不说 小搜访马 反响造反 违抗军令者 格杀无论 三派男人 出列 出来 没事 快 这儿好看 这儿好看 来 飞儿 今天按战时军阀 严惩逃脱者 这就是逃兵的下场 现在 你们想要过关 每一个人都必须执行军阀 惩罚他们 惩罚这些让你们受牵连的逃兵 来吧 让他们尝尝千刀万剐是什么滋味 这 这 你 志祥 拿起枪 开齿啊 去 你 你 你 二雷 来个痛快的吧 爹 等等 打那个小的 长官 打我吧 打我吧 先上那小的 我说先打那小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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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人 打他 打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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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刘班长 你有话说呀 刘三毛 有话直说 刘三毛 那 汤队长 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利索点 那个 就是 这 这 陈某吧 小 小时候 那个 算命的 跟我说有什么奇门遁甲呀 这 这 茅 茅山稻树啊 这 什么 还有阴阳八卦呀 什么的 陈学子 你他娘能算个什么东西呀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 秦队长 这 陈某思绪有点乱 说重点 重点 重 重点 重点就是 这 这几个人不能杀 为什么 为 为 为什么 这 要是 是实陈部队 实陈部队 实陈部队 我杀这几个人 还必须得五十三克开刀问斩啊 不是 不是 就是 我 恰齿一算哪 就就今天 这 七月十四 请 今天七月十四 鬼门大开啊 这鬼门一开 我跟你说 长官 就这个就是杀了他们以后 就就变成厉鬼 然后就把你们 就就缠着你们 要我员获状 给我把拉 把拉吧 对 你们是好的 这真的 真的 你们 下有话说 我 住手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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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话龙 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副团长吗 杀我的人 你天娘经过谁同意了 杜副团长 您看清楚了 杜副团长 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副团长吗 这几个人可是逃兵啊 兄弟我是奉了 刘参谋长的命令执行的 参谋长怎么了 参谋长也不能在 我大哥不在的情况下 在我二七八团随便杀人哪 不就是几个逃兵吗 抓起来打一顿就完了 何必这么行驶动众呢 行了 这事就这么算了 等我大哥回来以后 再另行处理 整肃燕军部队 是臣司令交给本座的任务 谁也没有权利教我 什么时候我该干什么 二七八团军纪涣散 逃兵不断 必须延长 今天宋团长不在 我 是这里的最高长官 你 让开 否则休怪 刘某人对你不客气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对我不客气 我还要把话给你放着 没有我大哥的同意 谁也别想动一个逃兵 杜重元 我警告你 违抗长官命令 我现在就可以要你的脑袋 这几个逃兵 必失死 我去你大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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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自杀 看我牢 你该老子把枪拿回来 杜周远 老子